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叛惊奇 我是大宇 那中共的间谍气球事件呢 最近几天一直是大家追踪的热点 不仅是在华语圈 在美国民众中一样是很关注 各大媒体都在追踪报道 足见这件事情的影响力 于中国来讲 这件事呢刚好契合了长期以来 中共对内宣扬的什么东升西降 中共国扩大了影响力 要平视世界了 绑架了民主主义的战狼论调 因此呢气球在飞入美国的时候 有小粉红啊声嘶力竭的叫好 唱衰美国的言论是此起彼伏 而当气球被击落的时候 又怒不可遏 甚至呢有小粉红扬言啊 扣留美国军舰乃至于航母作为报复 虽是狂言 但是没有中共宣传鼓噪起来的那种虚妄的心态 是轻易不会说出这种话的 于美国而言 FBI局长近年点名中共大幅增加对美国的间谍行为 平均每12分钟就会建立一档 针对中共的调查案 英国军情六处的负责人也在近期强调 中共对英国的渗透活动是2018年的6倍 这是情报部门看到的中共渗透威胁 在公开的舆论场我们也知道 美国政府在2020年7月就以间谍活动猖獗为名 强硬关闭了中共驻休斯顿领馆 而本次间谍气球入境 蒙大拿州的州长第一时间回顾了中共历年来对美国的渗透行为 包括网络空间的TikTok 在生活空间的大肆购买美国农场 有美国议员提到的中共对美国教育系统 媒体机构等等的渗透行为 可以说间谍气球的高度也确实形象的比喻了 美国对中共历年来的渗透行为的愤怒 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无论民间还是官方 目前只有拜登政府言辞审慎 国会很多真正的美国爱国媒体 绝大多数的美国民众在气球事件爆出后 几乎已经是撸开锈管子直接朝北京挥拳头了 于国际角度来看 至少从贸易战以来 美中关系是每况愈下 除了几乎未能履行贸易协议中承诺的义务之外 中共在严格要求别国对台海事务不要插手的同时 自己却完全忽略国际法规 完全忽视台湾民众反对中共法西斯政权的自主选择 在台海剑拔弩张 动辄几十成百架飞机 乃至军舰 如苍蝇环肉一般 在台海成天到晚嗡嗡作响没完 在西方屡次递出橄榄枝之时 当局又把这当成是施加影响力的杠杆 不以为是改善自身融入国际的机会 反而是觉得西方国家有求于己 变本加厉 乘机蹬鼻子上脸 炫耀自己的皇帝新装 妄图占一切便宜得一切风光 于是便有了2021年3月 阿拉斯加全武航的美中会谈 2022年在台海对美军机的危险拦截 来至于如今被曝光的间谍气球事件 但是中共有抬着高傲的猪头 而把事情搞砸的能力 却没有在事情一团糟之后 合理收拾局面的智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在收拾局面上 中共通常有两种表现方式 于国内是表面让步 暗地强硬 比如送中协议 推出之后激起香港社会全面反弹 最终是灰溜溜的撤回协议 这是表面 暗地里对民主派一直打压抓捕 甚至有暗杀的传言 直到最后公开推国安法 妄图彻底驯服香港 而后就是白纸革命前夕 中共还在不断唱高调 清零不动摇 结果中共内报数据 在11月底 全国200多个城市都有年轻人 奋起抗争 并得到社会响应 这是促使其放松风控的直接原因之一 但暗地里对白纸革命的参与者的打压 一直没有停歇 这是在国内表面让步 暗地强硬 在国际上刚好反过来 是表面强硬 暗地认怂 强硬都是做给国内看 在小粉红面前别丢份 暗地认怂这是真实的 这种两面三刀的表现 完全符合共产党的七头蛇特质 就本次气球事件而言 对于中共为什么这么做 有三种看法 一是 新平明确指示气球进美国 并不怕挑起事端 二是 新平当局指示气球进美国 但是没想到会激起这么大的反响 误判 三是 新平被人摆了一道 遭到算计 从而误令气球入美 掉了一地鸡毛 我个人偏向于第二种情况 就是当局故意让气球入美 但是没想到这个后果 如果新平是被人摆了一道 那放到几年前 可能性更高 如今 习家军是充分掌权 身边一己大多扫除权力高层 这种可能性降低 另外 涉及美国的这么重大的事件 习近平有99%的可能性 是要参与决策的 而且 这不是中共所言的什么气象气球 那只不过是给自己找台阶下 气球本身的巨大体积技术功能都不是气象气球的样子 美方也声明明确的否定了这一说法 五角大楼非常肯定的发声明说 这气球有监控能力 而且呢 此番到美国就是去监测美国的敏感军事地点 这个指控都出来了 再结合气球特质啊 普罗大众对气球性质的判断 其天平啊 早已倾向间谍气球这一边 因此 这样的直接进入美国本土监测美国军事基地的气球 说习近平事先不知情 不太可能 他没有参与下令 便更不可能啊 所以呢 习近平极可能对此事啊 负有直接责任 但是我为什么认为 习近平是误判了影响呢 因为如果当局想故意挑起事端 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怂 美国华尔街日报明确的报道 中共想让这件事赶紧翻篇 中方虽然在击落气球的时刻 看上去一直跳脚 怒不可遏 但是呢 那多是演给国内看的 实际上 党媒在相关报道的微博留言区 开辟了精选评论 而留言中啊 很多并不是替美国说话的人 恰恰是有很多小粉红要激化局势的言论 而且呢 中共想激化局势 完全可以暗中组织中国人上街游行 去砸美领馆 像1999年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之后啊 做的那样 但如今并没有 舆论一直被压着 甚至呢 《环球时报》呢 还报道了外交部对于记者 关于中国是否要要求美方 归还气球残骸的问题回答 那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 毛宁的答复只是说 气球是中国的 然后呢 就是顾左右而言它 并没有直接回答记者问的 对气球要不要归还中方啊 事与不是的简洁答复 但是呢 相关报道的微博留言区 小粉红可是炸开了锅 高喊要扣下美军军舰 美军航母作为回报等等 从这些细节呢 我们可以看出 中共不想事态激化 最明显的还有一个动作 就是在美国击落中共气球的前一天 2月3号下午 中共新华社发表了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名单 中共气象局的局长 中国泰被免去职务 而在当时 中共在美方因气球事件 取消了布林肯访华的行程 正拼命解释 强调三点 气球是民用的 突遇强劲西风刮偏气球 气球偏离了预定轨道 那么在解释的同时 把自己的气象局长给录下来了 让人一下子想起 在2003年SARS的时候 中共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 在SARS最严重时 对国际严重虚报SARS感染人数 结果被老军医蒋燕勇 向外揭露了实情 张文康成了替罪羊 最后被免职 如今气球闹起了国际事件 让现在中共有求于人的 美国朋友不高兴了 来点实际的 就是把没能控制好气球走向的 没能战胜西风的 气象局长庄国泰给免职了 外界普遍认为 这也是一只替罪羊 现年60岁的庄国泰 如果不出意外 过一段时间 一定可以在别的岗位上 再展露头角 除非他是习近平对手派系 趁机拿下 不然小山再起 值日可待 这是有先例可循的 而中国泰此时 可能是无限郁闷 他应明知道 这是一个会对军方 还有高层 纹令而动的气球 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但是中共体制就是这样 关键时刻 党性其作用 共产党的要求是 党性要战胜人性 关键时刻 党要你牺牲什么 你就得牺牲什么 绝不可有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的感伤 或者是任何的儿女情长 正如入党入团入队的 誓言所说的 要时刻准备着 为党献身之类的这种誓词 那很多人呢 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发声明 就是要取消这个当初的宣誓 换来一身干净 誓言可不是随便发的 因此啊 从庄国泰的被免职 我们也可能看出 当局实际上是变相 在向美国表示 希望事件平息的讯号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舒默是美国国会的 八大佬之一 就是呢 参众两院最高的 八位民选官员领袖 他们有权听取 相当高级别的情报 本次气球事件呢 也一样 在2月5号的记者会上 舒默指出 中共在得知气球 被美国民众发现之后呢 在美国激起了轩然大波 那本来是试图操作 气球转向离开美国的 因为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发言人约翰·科比 在2月6号的说法 中共这支间谍气球啊 有一个螺旋桨方向舵 甚至呢 还有加速装置啊 可以操控其改变方向 那么问题来了 中共想控制它离开美国 怎么就没成功呢 这就必须要说一下 美国军方提到的 另一个细节 就是呢 在击落气球之前 对气球做了手术 军方举了个例子 就是电子干扰 让它的信号发不出去 另外呢 也有军事分析专家提到 美军也可能动用了 低功率的激光武器 弄瞎了这支气球的监控眼 但这个呢 就不是军方的声明了啊 军方对此大多是保密的 但从目前信息来看呢 中共很可能是在后来 失去了对气球的操纵 而气球呢 很可能是按照美军预判的路线 未受操纵的飘进了在东海岸之外 美军设下的天罗地网 也很可能啊 因为受到美军的信号屏蔽 确定存在的气球 自毁装置没有启动 这种在六万多英尺高空 对信号的屏蔽 再加上最后用M9X飞弹 结合头盔瞄准 一下子切割了气球 并且最大程度保存了 气球装备的强大技术实力 估计啊 也足够让共军感到震慑了 你要知道 击碎气球不是难事 但是指哪打哪不伤其余 并且呢 抖转星移 把别人的操控权转化到自己手上 这个要没有两把刷子 是做不到的 那在我看来呢 这也算是变相的 美军的一次军力展示了 那由此可见啊 如果台海开战 美军参与的话 能不能扛住 美军的信号屏蔽与干扰 这对共军也是个考验 一大堆飞行物放出来 结果在半空中成了无头苍蝇 甚至不听党的指挥 那习大的估计要 气得身虚体弱 再也扛不动200斤麦子了 而美军此次击落气球呢 可谓是一举多得 还能通过对残骸的研究 发现中共 如何遥控该气球 该气球都有什么设备 发展到什么程度 还能够通过其特质啊 反过来弥补 美国防空系统的漏洞 中共此举呢 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2月7号美军已经对外公开了一组打捞上来的气球残骸的照片 美方希望呢在几天内迅速打捞起全部残骸 然后呢送交FBI实验室分析研究 美国的航空航天局呢 已经根据自己的先进科技模型 计算出了气球残骸的坠落区域 美国这科技水平啊 真的在这次事件中 得到了很有力的展示 气球虽小 但是想玩明白啊 还真是得有点本事 中共这次做法无异于是阳送虎口 而此时此刻 另一支在拉丁美洲上空的气球 也有更多信息传出 五角大楼宣称 气球跟进入美国的类似 一度在拉美哥伦比亚上空的 飞行高度是五万五千英尺 比美国的略低 但上面同样都携带着 不同于一般民用研究气球的监控设备 还有巨大的太阳能板 而且呢 美国官员还强调说 中共可以操纵间谍气球 飞过特定的地点 不过呢 尚无消息说 这支气球会飞入美国 也没有消息说 它会被击落 北京方面呢 也在2月6号承认 拉美上空的气球啊 也是它的 但理由一样 说是民用的啊 控制力差 所以呢 严重偏离路线 这也有意思啊 首先呢 中共不是在所谓偏离航线后 主动向有关国家报告 而是呢 被动回应 其次啊 既然这么多气球都能飞偏 那还搞什么呀 准相比自己的飞弹还要差 这也太没意思了 也有推特网友呢 分享了醒目的图片 标示近年类似中共的气球 畅游世界的地图 提到台湾至少在2017年 就有类似发现 想必也是如此 美国那么远都飞去了 日本也被光临了 那么近在咫尺的台湾 估计是逃不过偷窥的 但是呢 中共对台湾不只是偷窥 也在明抢 统战活动伴随着 文攻武吓持续进行 现在呢 也有消息说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又要在2月8号下午 前往大陆交流对话 关怀民生 17号呢 才会返回台湾 期间呢 会造访上海 北京 武汉等大城市 与台商见面 根据台湾媒体的消息 也确定会与 新上任的 中共国台办主任 宋涛会面 并还可能啊 跟王沪宁会面 王沪宁在今年3月后啊 很可能是执掌 中共的政协 政协就有统战的任务 在近些年 这个王沪宁 已经变成了 习近平的大脑 早有分析说 王沪宁是 数一数二的危险人物 习近平在2016年后的迅速左转 与这个王沪宁关系很大 并且呢 这位原复旦大学的王教授 对小学毕业的习近平啊 似乎有很大的依赖性 不仅靠他 写出了习近平的思想 现在还有消息说 王沪宁还在给习近平编写 一国两制以外的 所谓 合同台湾的新方式 估计呢 要么比一国两制更差 要么呢就是完全都是空洞的甜蜜承诺 可以视为一国两制的升级版 或者是加糖版 但是呢 有了香港的前车之鉴 希望台湾朋友啊 明确认识到 共匪的话 连标点符号都不要信 明确拒匪于门外 连接国际正义力量 才可能是最保险的办法 从中共如何对待大陆人 就能知道 它会怎么对待别人 自己国民都要成为韭菜 人矿 近日的胡心语案呢 再次曝光了这一点 甚至呢 现在有很多人呢 在关注另一个消息 就是呢 最早替胡心语案发生的 国内调查记者李前伟 在去年11月19号下午失踪 至今是音讯全无 当天呢 李前伟下班后 跟同事分开 自己开车前往杭州 夏沙社区 他的母亲 还有怀有四个月身孕的妻子 都在那居住 可是呢 李前伟半路车停在高速上 而且恰恰是在监控盲区 跟胡心语案类似的是呢 绝大多数监控录像 也都没有李前伟的身影 而他的车 在没有任何事故的前提下 突然停在监控盲区 然后下车离开 车还打着火啊 个人证件背包 电脑 还有银行卡都留在车上 可见呢 应该不是要下车待很久 但是呢 人就这么没了 虽然他的父母呢 最近否定李前伟 介入胡心语案 但外界有人认为 是迫于压力的声明 然而呢 此人的失踪 却是最大的 需要追踪的问题 可是在中共统治的中国 却求告无门 习惯了逆来顺受的一些中国人 变得无可奈何 不闻不问 哀莫大于心思 中共当局的宣传呢 很可能就是要造成这样一种 无可奈何的气氛 他们在每一次社会事件中 故意玩剧本杀 然后呢 结局都是不容任何质疑的 一锤子买卖 他官方说什么就是什么 掩盖所有 无论什么案子 从此翻篇 在很多人骂骂咧咧的同时 是无可奈何的心灰意冷 再也不关注社会事件 因为他们没法改变 而中共党徒们 则是躲在遍布中国的 监控镜头后面 宁笑不止 因为没有什么维稳手段 比人们见义勇为的激愤 被熬鹰 被磨平 更划算的了 好 那今天呢 就是这些啊 美东时间的2月7号早上 我在YouTube的 新闻派人静期频道啊 测试了一期小栏目 就是新拍早茶 Podcast 录音为主啊 发现呢 可能跟我目前 在这个YouTube上的节目定位啊 差异有点大 所以呢 暂时呢 不在YouTube上的 新闻派人静期频道 继续播出啊 还是在干净世界上的 新闻派人静期频道上映 用以推广 干净世界上的新频道啊 希望大家关注 那推广目前呢 还处于是适应阶段 这个小栏目呢 不定期更新 但争取啊 每周至少有4次 但YouTube这边的节目呢 一样也会很丰富 所以呢 欢迎新朋友 继续订阅 我在YouTube上面的频道 现在呢 我是干净世界 跟YouTube上同时发展啊 好 那更多的推广信息呢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置顶留言 那我们下期节目呢 再见了